大家好 我們今天朗讀的文章是 《阿菊闖禍》 作者楊將 錢中書淪陷在上海的時候 想寫《圍城》 我為了省檢 兼座造下壁 圍城足足寫了兩年 抗日戰爭勝利前夕 傳說美軍將地毯式轟炸上海 錢中書已送母親回吳西 1945年秋 日寇投降後 我們生活還未及好轉 圍城還未寫完 我三姐連我勞歲 為我找了個17歲的女孩阿菊 幫我做做家事 阿菊從未幫過人 到了我家 未能為我省事 反為我省事了 他來不久 就闖了個不小的禍 我照常一把晚飯做好 圓圓和中書 已把個人的碗筷 碟子擺上飯桌 我已坐在飯桌的座位上 等候吃飯了 他們倆正準備幫助阿菊端上飯菜 呼見圓圓圓 蒸著往上舔 泥房頂只一兩寸的 地上是個洋油爐 廚房極小 滿處都是易燃物 如成煤球的破筐子 邊上戳出一根根薄薄的滅片 煤爐四周有劈細的木柴 有引火用的枯炭 還有滿小框的鋼炭 大堆未劈的木柴 破舊的木桌子下 堆滿了帶我做成梅餅的純梅墨子 還有一桶羊油 如暴落幾點火星 全廚房 就轟轟的著火了 羊油桶如爆炸 就是一場火災了 勝利前夕 柴米齊缺的時候 我用爸爸給的一兩黃金 換得一十百米 一箱羊油 一兩黃金 值不知道多少紙幣呢 到用的時候 只值一十大米 一箱羊油 一十是160斤 羊油就是煤油 那時裝在羊鐵箱里 撐一箱也撐一桶 羊油箱是十二方寸 乘二十寸高的長方箱子 現在很少見過羊油箱了 從前用處可大呢 斜著劈開 可改成日用的羊鐵簿記 一支羊油箱 可改做收藏食品的容器 羊油箱頂上 有泡可提 還有個圓形的倒油口 口上有蓋子 羊油爐呢 底下儲油的罐 只有小麵盆底那麼大小 高約一寸半 也有個灌油的口子 上面也有蓋 口子只有五分錢的 涅壁那麼大 羊油箱的倒油口 有玻璃杯底那麼大 要把羊油箱里的油 灌入羊油爐 不是意識兒 羊油箱得我用全力抱上桌子 雙手抱住油箱 往漏斗里灌入適量的羊油 不能太多 勺也不上算 因為加一次油很費事 這是我的專職 我在學生時代做化學實驗 操作是第一名 如道儀式館濃鹽酸 總是恰好適量 因為我膽大而手准 用羊油爐也只為省鹼 晚飯是稠稠的白米粥 煮好了 屋在暖窩里 暖窩是自製的 一枝破網欄 墊上破棉絮 著了火很金燒呢 煤爐就能早早熄滅 可以省煤 放上水壺 還能利用余熱 賺些溫水 貧家生活 處處非打算 灶下壁這等減色 不知能獲得幾分同情 涼菜只需涼拌 中午吃剩的菜 就在羊油爐上再煮煮 很省事 阿菊嫌羊油爐的火太小 他見過我灌油 他提壹箱羊油 綽有餘力 不用傷手抱 羊油爐他懶得端上桌子 就放在地上 幸亏他偷懶 爐搬上桌子 火柱子就立即燒上房頂了 他的漏斗里 鑄满羊油 油都溢出來 不便再端上桌 準備在地上熱菜了 他劃壹只火柴壹點 不料冒出這麼大壹個火柱子 把他嚇傻了 幸亏阿元及時報警 中叔也幫著叫娘 我趕到廚房他還傻站著呢 我向來能鎮靜 也能使勁想辦法 小時候在起名上學時 一同學獻泥禮 我就使勁一想 想出辦法 就發號施令 在小鬼中當上了大王 這時我站在火柱旁邊 非常平靜 只說 你們一個都不許動 六隻眼睛盯著我 急切等待 我再使勁想 羊油燃燒 火上加水 萬萬使不得 羊灰呢 羊波及里 只有半波及 絕技壓不滅 這炎炎上腾的火柱 壓上一床棉被吧 非浸透了水 也還不保險 火柱上的舌頭 馬上要填上屋頂了 形式和時間都刻不容緩了 我想 得用不怕火的東西 把火柱照上 面盆太大 我要用個羊瓷 彈魚 扣上 廚房門外 有小小一方空地 也稱院子 院子通往後門 也通往全宅合用的廁所 這院子里 晾著許多洗乾淨的羊瓷尿罐 這東西 比彈魚還多個把手 更合用 說時慢 想時快 我輕輕 挨出廚房 拿了個大小合肚的小羊瓷尿罐 搬過來 伸進火柱 往羊油爐上一扣 火柱奇蹟般立即消滅 變成七八條青紫色的小火蛇 在扣不嚴的縫隙里亂竄 我説 拿廬灰來堵上 阿菊忙幫過程廬灰的勃緊 我們大家把廬灰一把一把抓來堵住縫隙 火蛇一會全沒了 一個炎炎上升的大火柱 一會兒就沒有了 沒事兒了 羊油爐上那鍋沒熱透的剩菜 湊合著吃吧 開上飯來 阿元快活地嘻嘻哈哈地笑 忠叔和女兒一樣開心 阿菊看得大事化為沒事 忍不住溜上樓去 把剛才失火的事 講給樓上的兩個媽媽聽 據說 和我們住同樣房子的鄰居 也曾廚房失火 用棉被壓火 釀成火災 叫了救火車才撲滅 我看著忠叔和阿元大小兩個孩子 快活地嘻嘻哈哈 也身自慶幸 可是我實在吃驚不小 吃了一碗粥就堵在心口 翻騰了半夜才入睡